从台湾联合报系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,显示2020的选战有三个重大变化,第一,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支持率首度超越蓝绿,越居第一,第二,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和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对比情况下,地位互换,不管三强鼎立或蓝绿对决。 郭台铭支持率都超过韩国瑜,第三,是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大幅上扬,连带拉近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支持率差距,再进一步从民调数字消涨上看,不管是柯文哲和民进党的蔡英文,赖清德都有所斩获,国民党无论是郭台铭或韩国瑜,则都受到伤害,其中又以韩国瑜的声势跌幅最大。 这样的趋势,虽是选战的重要转折点。但其实仔细分析,结果并不让人意外,首先看民进党部分。 蔡英文冻结了民进党初选,全力以执政优势判选举。可说达到了一定的效果。 赖清德无法公然把炮火对内,又没有位子批拦,很难进一步扩大战果。 国民党方面,韩国瑜从不考虑参选到ES。一周之间,迎来的显然不是掌声。 也拖累了他的支持度,加上国民党一位迎合韩国瑜而推迟初选。 当韩国瑜光环不在,就是整个国民党选情都被拖下水。 蓝绿两党都有内忧,使得迄今不表态参选的柯文哲,声势反而水涨船高。 尤其从民调数字上看,韩国瑜支持率下降的数字,和柯文哲增加的数字相差无几,可见得韩国瑜参选的最大受益者。 毫无疑问就是柯文哲。经过这次民调的激励,恐怕将会更提高柯文哲参选的意愿。 国民党把韩国瑜视为最强将,一再推迟初选,如今看来反而适得其反。 国民党似乎应该要好好评估,接下来的初选和提名策略要怎么走。 平心而论,目前战略的主动权,已不在国民党中央,而在韩国瑜身上。 如果拿不出让韩流再起的有效办法,韩国瑜也应该仔细思考。 无论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或国民党的2020大选而言,到底是坚守高雄好好做出政绩比较好,还是转战大选才是唯一选择。 电影《卧虎藏龙》有句著名的台词,把授握紧。 里面什么都没有,把授张开,得到的是一切。 选战三强鼎立战局成型,处在这个转折点的政治人物。 应该好好地思考这句话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